大家好,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我今年遇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红包问题 这个红包到底归谁管呢 归我管就对了 好了,简单介绍一下今年我遇到的问题 就是今年呢,预料之外的就是大宝长大了 它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吧 然后今年往年都是红包拿着基本 他们就交给父母,没有什么任何的意见 然后我们都会帮他们存起来 然后今年呢,大宝在大年初一 年三十的时候收到了一千块 然后他就想自己保留下来 那我就觉得一千块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对吧 让一个小孩去管理我不太放心啊 一个会怕弄丢,一个怕他们乱花 但是大宝就非常的不高兴 他觉得我有这个信心,管理好这个钱 那我也不想打击他的信心 因为我觉得的确你有这个自信 我相信,我想要相信你 但我也就是的确是觉得一个小孩 管那么多钱不太好嘛 然后如果我让他管 那我二宝也要管,三宝也要管 然后呢,他就很生气 他就躺在地上了 大家应该也看到了那期的视频 有人还问我了,大宝为什么不开心啊 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不开心 然后第二天呢 第二天就是二宝 他说我要去商场 我说你要去商场干嘛呀 他说我要去商场买乐高 我说乐高多少钱啊 他说七百 我就觉得 maybe not 因为啊,他们对数字有这个概念 但对这个钱的价值啊 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因为他们知道 一千块的东西可以买八百块的东西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八百块到底是值多少 所以呢,他们也不理解 就是我的钱我够了 我为什么,你为什么还是不同意我去买 但其实呢,我就觉得 这个钱财的管理啊 对我们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嘛 那以前的话 我家人就会给我两块钱 先看看 看看我是不是会用 或者我是不是管理的好 然后呢,再慢慢的加 看看我有没有乱花呀 或者是不是会管理这个钱啊 这样循序渐进的 而现在一下子就给予他们一大笔钱 而且对一个不懂价值的孩子来说 我觉得,个人觉得是不妥当的 所以呢,我也想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这个红包该不该让孩子管 多大才能够让孩子去管 好了,然后就是讲到这个压岁钱嘛 我小时候呢,也不归我管呀 因为父母也会有那个 也要给红包 那他们对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就觉得平衡一下嘛 对吧,我们不是在赚钱 也不是在计较这个收益 但是就是一个是给小孩管不放心 一个是父母其实也是有支出的 所以呢,就是平衡一下 都是归他们管的 而事实上上海那一代都是独生子女 父母对我们的付出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我在香港的时候吧 香港人给的红包的那个数值啊 很小的都是20块钱20块钱 有的时候甚至有些陌生人收2块钱 或者5块钱都有的嘛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小数目 给孩子去管理完全都OK的 但现在国内呢 就是上海的文化呢 就基本上最低里面都是有100,200 100都很少了 我觉得让一个孩子 一下子就去接触这么大的数目 感觉还是慢慢来吧 而且啊,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我的美国老公呢 也没有搞懂这个红包的意义 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容易 就和西方的圣诞节去做了一个联系 觉得圣诞礼物都是孩子们的 也许这个钱应该给孩子们 的确的啊,钱都是孩子们的 但是我们有这个钱呢 也不一定要马上花掉,对吧 可以存起来 而且很多家人给你这个钱 有可能目的就是为了 要让你存起来以后 比如说付学费啊 或者买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 中国人比较在乎这个学术成就嘛 买玩具买吃的都可以 但是就是乱花啊 我觉得对大人来说 还是会比较介意的 呃,那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这个和圣诞节那个礼物还有差别的 因为圣诞节的礼物只是一个玩具 一个小礼物 哪怕就是婆婆住的很远 给我们的是现金 但这个数目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孩子们有可以让他们学 学着去怎么样支配 他们想买玩具也可以 但是呃,压岁钱的话完全都交给他们 呃,我觉得有点这个数目有点太大了 然后他也明白了 我觉得我老公呢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会管理钱财的人 他也是会教孩子如何去经营自己的财富的那种人 呃,他之前也犯了一个错嘛 就是每次我家人给孩子一两百块钱 他都会说,哦,你可以买玩具啦 你可以买书啦 是的,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呃,不小心就是间接的就鼓励了他们 你有钱了就要马上花掉 呃,所以呢,二宝就觉得 哦,我现在有钱了 我要马上去买乐高啦 呃,那我跟他说完之后 他也意识到了 他就说这样吧 就是我们以后就把这些钱呃,慢慢的给他们 就是在2022年这一年里面每个月给他们一百 或者呃,选一定的数目 然后这一百块钱呢 他们可以选择去用或者去存 如果他们存了 就可以买比如说价值更大的一些东西 如果他们不存 那只能买这些小东西 让他们至少有一个认知 这些钱到底值多少 我当初也和二宝说 我说我这样,我如果一天给你十块钱 你去试试 你要等多久才能够收集到那八百块钱 或者七百块钱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种价值感啊 这些钱到底值多少 他们现在不知道 呃,那你们呢就说 那所以呢我也想问问荧幕前的大家 或者荧幕前的宝妈 你们觉得到底这个压岁钱该不该有孩子保管 或者多大了才应该让孩子保管 或者你们是怎么管理的 Let me know I want to know OK 今天这就是今年我遇到的 关于红包的棘手的育儿的那些事 以后有事继续分享 今年呢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OK Thank you for watching 谢谢大家的观看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祝福大家 新年好 好,拜拜 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丝宝 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丝宝 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丝宝